TVB巅峰时期有多牛 从无限无虎将到四大花旦 当年的TVB可谓是名副其实的造型工厂 其创办的艺员训练班 在日后撑起了华人演艺圈的半壁江山 自1972年开办的第一集中 就捧出了小清晨美琪和金牌绿叶许少雄 1974年的第三集中 更是涌现出周润发、吴梦达、任达华这样的影坛巨星 不过产量最高的还属80年代初期 1981年第十届艺员训练班上 刘德华这个红了整整40年的巨星横空出世 除此之外还有恶人专业户徐锦江 第十一届更是有名的影帝班 梁朝北、周星驰、吴振宇便是这一期的同班同学 除此之外还有著名坚决李子雄、张兆辉 以及十年杀手欧阳振华 不过也正是因为同期演员都太过优秀 欧阳振华足足跑了十年龙套才等到一个演主角的机会 这十年中他所出演的不是乞丐甲 就是宋宾宜这样没有名字的小角色 直到一号黄庭这部剧出现才改变了他的事业 1983年的第十二期训练班也是群星云集 除了影帝刘青云、老戏骨吴启华、陶大宇外 还有影后吴军如和刘嘉玲 亮绝舞台上的蓝杰英和女神曾华倩也是这一期学员 康四位曾与梅眼芳、张曼玉等五位女星 被TVB打造成九龙女 成为无限力捧的九位花旦 这一时期的TVB风头无两 究其言云主要还是因为这里不收一分学费 且由于电视城远离市中心 如果被选证还能申请到交通补助和伙食补贴 所以每年都能吸引到大批出身贫寒 想要改变命运的年轻人 巅峰时期的TVB造型能力有多强 与如今内地娱乐圈的遍地富二代相比 当年许多人进入TVB不是为了什么遥不可及的梦想 仅仅是为了生活 比如入行前在杂货店做爆童的梁朝伟 在美丽华酒店当门头的周润发 帮家里面稀饭的刘德华 木匠吴卫国以及邮差杜琪峰 他们全部来自普通家庭 就连上学都是一种奢访 更别说是学习表演和艺术了 所以他们在入学时对演戏几乎是一窍不通的 趁着发哥还因为面试时表现不佳 显现被淘汰 是当时的评委之一 钟景辉立派中意将他留了下来 也正是因为吃过骨 所以议员们学习都格外努力 而TVB为期一年的全日制培训 可以说是涵盖了这一行业内所有的工众 无论是升台行表还是幅画造型 亦或是导演编剧都能在这里学到 整个培训期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基本的表演训练 自由排练小品等 第二阶段是排练经典名著桥段 第三阶段是从意有的电视剧中 选取不同题材的片段排练 每一阶段都是为期三个月 结束后便到电视上进行两个月的实习 最后一个月便是两人或者三人组成一组 自创一个表演片段用于参加毕业考试 通过考试的便能顺利签约TVB 每贵拿到微博却稳定的薪水 由于议员训练班开办的作用 就是为了自产自销 给TVB输送合格且廉价的演员 所以整个过程都是以实操行为主 相比于大部分的电影学院目的更纯粹 所以效率也更高 不过从1984年起 议员训练班开始改制 由原来的一年培训缩减为半年 也就是前三个月学习基础知识 后三个月实战操练 且细分为议员班 舞蹈班和四翼班 这一年19岁的郭福成加入了舞蹈训练班 议员班则培养出了少美琪邓锤文两位演技派美女 此后TVB议员训练班渐渐没落 90年代没缩捧出的林峰 叶璇 以及杨仪等人算是大胜的末班车 这所香港明星的黄埔军校 也随着邵逸夫时代的结束而湮灭 巅峰时期的港姐竞选有多激烈 1973年TVB首次举办香港小姐的选拔 19次赵雅之美颜动身 只因回答主持人问题时过度紧张 连前三甲都没有进入 最终仅拿了第四名 红姑中楚红也是港姐出身 只因不会穿高跟鞋 所以走起路来小心翼翼不够自信 结果也只拿到第四名 最美黄荣汪美丁连五强都没有进入 仅拿到1982年的港姐第八名 《九四版一天图融记》中周执若的扮演者周海妹 则是连决赛都没进去 1983年张曼玉参选港姐 却败给梁雪一锦拿了亚军 但此后他在影谈的成就 可以说是整个香港乃至全国的女演员都无人能及 作为双金获奖资助最高的女演员 他曾四次夺得金马影后 五次夺得金像影后 也是国内首位拿下柏林电影节影后的女演员 此后港姐选拔也进入鼎盛期 不仅出现了最美港姐李嘉欣 首位具有大学学历的港姐冠军陈法荣 以及继张曼玉之后又一位影后袁勇一 还有财貌双全的郭爱明 统计的娘娘蔡超分与之相比都只能屈居继军 值得一提的是 性感女神邱淑珍也是这一时期的港姐参赛者 不过因为比赛过程中身陷整容风波 无奈推赛 1992年的港姐冠军卢淑已结束了港姐的巅峰时期 自此每年的港姐选拔都被指一年不如一年 1993年的冠军默可兴更被称为最首港姐 不过后来也涌现出最美国像李启宏 事后蛇识曼等等 当年的TVB可以说一半的演员来自一元训练班 另一半的演员便是一年一度的港姐选拔 你对那个时代的港圈有什么印象 欢迎留言讨论 关注TVB大案馆 馆长得你了解更多TVB幕后的故事